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都是在飞机上解决的 或者在吉普车的后座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扎里夫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北半球 只要是有点影响力的国家 都出现了他匆忙的身影 每次下了飞机 扎里夫都要跟部长级以上的官员聊天喝茶 运气好的话 他甚至会跟一把手直接面谈 就像事前准备的演讲一样 他每次的谈话内容都大同小异 都是关于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的态度问题 伊朗需要这种机会来发出声音 更需要对方公布给外界意见 在美国的严厉封锁和武力威胁下 伊朗既表现出了在强权面前绝不低头的姿态 也对继续遵守和协议 态度积极 一副除了美国谁的面子我都给的模样 所有那些接见过伊朗外交部长的国家 目前还没有一个是死心塌地 站在美国那边指责伊朗的 要么谴责美国 要么表现出对布斯湾局势的担忧 同时还希望伊朗保持情绪稳定 不要给美国留下把柄 这些会谈的主要结果 会及时出现在新闻头条 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和讨论 查理夫费寝忘食的满地球跑 目的就是把全球那点 有点分量的国家都扯进来 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开口说点什么 现在看来 舆论的整体情况是多数人在支持伊朗 通过这种方式呢 伊朗的态度传到了全世界 当然也就传进了白宫 以及传回了伊朗国内 这些都是查理夫的工作成效 当然了 这也是任何一位外交部长的价值所在 当外交部长查理夫 疲惫的身影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时候 伊朗人民多少有点感动 还有他在全世界发出的声音 会被伊朗人听到 当大伙知道自家政府 在努力解决问题 在强权面前没有低头的时候 国内的凝聚力就能得到提升 这个就是外交工作对内部稳定的作用 既然伊朗没有绝对的实力和美国在波斯湾的海面上出手 那就只能去别的地方 以这种手段出手了 在伊朗的外交部长到处跑的时候 美国白宫也派人到处跑 美国没有外交部长的这个职位 到处跑的那个人是国务卿蓬佩奥 家里有矿的人这脸上的神情都不一样 除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 看着这个态度腼腆之外 去其他国家的时候 蓬佩奥的表情非常神气 看着像是去下达命令的 或者去部署工作了 缺少人家扎里夫那份真诚 蓬佩奥的不真诚是有原因的 就在他出访的同时 美国也一直没有停止 往波斯湾那边调兵潜将 航母 战斗机 轰炸机 这都派过去了 防空武器和军人也都运过去了 在高调而强制的武力施压面前 蓬佩奥的外交工作 就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 这个也让很多人误以为 特朗普是要准备动手的节奏 但是特朗普并不打算跟伊朗动手 动手是需要国会表决 或者总统下令的 在越出情况最紧张的时候 这国会也没把这事提上日程 那作为三军总司令的特朗普本人 也不止一次表示自己不动手 不过每一次否认的战争 他又会不甘示弱的补充两句 说如果伊朗要是敢动手 他就让伊朗有去无回 他这个说话习惯 就好像是唯恐别人误会他软弱一样 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情况有点麻烦 因为他同时在跟欧盟 俄罗斯 委内瑞拉 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着各种纠纷 而且这些人的各顶各 就是态度强硬 在这种时候 美国跟伊朗的冲突跑到了最前边 那么特朗普就需要在伊朗面前把袖子撸起来 袖袖肌肉 让其他国家看个清楚和明白 于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手段 给人的感觉就是有恃无恐 盛其凌人 拿伊朗当做典型 然后展示自家军事调动能力 展示自己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国家 以此吓唬吓唬其他人 让他们以后对自己放尊重点 这个就是美国鹰派们的惯用伎俩 这种做事的方式非常符合特朗普的胃口 因为他很喜欢吓唬别人 喜欢别人被吓到之后回心转意的表情 以及那种时候自己心里的快感 可是军事调动是要烧钱的呀 花钱就不符合特朗普的价值观了 他和前人们不一样 他做总统想的是赚钱 而不是花钱 因此利用军事手段 围攻伊朗吓唬别人 这是让特朗普有一些犹豫 在调兵遣将方面就不够有气势 他当然希望可以不用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了 就能把伊朗吓得服服帖帖了 只是伊朗又不是弱国 他并不吃这一套 因此局面就有点尴尬 特朗普在花钱还是不花钱之间 是摇摆不定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花掉的钱 是超过了他实际收入的 这种状态就是传说中的财政赤字 钱不够花 这就得借呀 因此 美国财政部每年都要发行国债 通过借钱来维持正常运营 多年借下来 白宫已经累计欠了21万亿美元的外债 他每年的财政预算里边 有将近7000亿 适用来给人还利息的 借的越多 要还的利息也就越多 这是一条不归路 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特朗普 见不得这种不良风气 既然他进了政坛 那他就得扭转这个行业的路袭 因此如何提高财政收入并降低赤字 这是他工作的核心 初期目标是达到收支平衡 争取不再增加债务 之后再尝试降低债务的可能 这个算是他作为企业家的本能反应吧 因此花钱的事 特朗普不想做 他只想做点赚钱的事 想要提高政府的收入 就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要想提高政府税收呢 就意味着国内各行各业都要比过去繁荣 就业人口要多 并且大家的收入也要多 而要想这种局面出现呢 就意味着美国本土要冒出很多企业 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生产和消费在美国内部完成循环 可是现实却是事与愿违 美国每年要从全世界进口五花八门的日用百货 进口花掉的钱远远超过了美国出口赚来的钱 这个呢 也就是传说中的贸易逆差 将贸易做到平衡 那么美元就不再外流 将贸易做到顺差 那美元就得回流 美元回流 意味着国内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比过去繁荣 那么财政部的卡上就有更多钱了 出于这个简单的逻辑 特朗普迅速跟美国在全世界的生意伙伴翻了脸 他说呀 以前的所有和贸易有关的合同都得重新签 怎么个签法呢 以提高美国的收入为基本原则 知道了这一点 再去观察特朗普的外交行为 就发现他每次出访一个国家 或者接见一个来宾 一般都在做两件事 要么是让对方少给自己卖东西 要么是让对方多从自己这买东西 如果特朗普做了什么只花钱 但是没收入的事 那他也是为了将来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收入还没有到手之前 他的心里一定是在滴血的 因此单纯制裁伊朗 并逼着伊朗和自己动手 甚至把自己拖入战争的泥潭 这也不是特朗普的目的 在去年访问沙特的时候 特朗普签了一个110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 当时特朗普的心里乐开花了 当然后来沙特记者卡书吉意外残忍身亡 国会就中断了给沙特卖武器的许可证 之前的军火大单就落实不下去了 每当想起这事的时候 特朗普的心里也在滴血 沙特和他身边的那几个海湾国家 从来都是美国武器的钻石级客户 对于这些优质客户 有机会就得卖 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继续买 上个礼拜 特朗普以伊朗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以紧急状态 给沙特那几个国家 卖了81亿美元的武器 跟伊朗对峙了一个月 这比买卖是最符合特朗普心意的一件事了 当波斯湾的局势 被他和小伙伴整得很危险的时候 有钱没战斗力的海湾国家 肯定很慌 他们非常需要买点美式武器来压压惊 既充实了自己的武器库 也交了保护费 但是这话说回来 81亿美元这只是一开胃菜 特朗普的庞大胃口 在等着美国的贸易平衡 他希望下一个财年 不会再发国债 这个是最符合他执政理念的美好愿景 这事也值得他在粉丝见面会上 吹上各把小时 所以往伊朗那边拨装备 派军人的烧钱行为 目前都是特朗普忍痛砸下的投资 他期待的是巨额的回报 之后所有那些 斡旋伊朗和美国关系的国家 所有想求他网开一面的国家 理论上都是特朗普严厉的肥肉 要想他答应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 条件很简单 要么买美国的武器 要么降低对美国的出口 不然咱们就继续耗着 看谁扛得更久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的一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时政很简单上 有免费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